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取决于利空释放的力度 从来没有在空投格局当中 是属于利多来进行拉抬的 通常是利空空到跌不下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观察了 如果是以今年全球资产行情的表现 为什么许多投资损益的减损规模 却是比过去历年的股债还要来得严重呢 其实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 今年并不是只有股票市场资产的下跌 还包含着债券市场的减损 我们都很清楚在过去的逆向周期政策底下 联准会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是在宽松的时候进行适度的紧缩 而在市场紧缩的时候进行适度的宽松 所以它有一个标准的逆周期性 所以过去通常股市表现不好 通常市场会预期 联准会可能会采取 接下来的宽松政策来拉抬经济 但今年恰恰遇到高通膨阶段 所以不得不在景气下行周期 同时进行利率的紧缩 因此导致债券价格的持续走跌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这张图表是过去从1928年以来 标普5白指数以及美国10年期公债价格 还有64股债配置稳健型投资者 在当年度的损益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标普5白指数目前跌幅 股票资产已经跌了2成3 而10年期公债价格已经跌了1成6 如果是股债64配的投资者 今年的资产减损期来到2成1 上一次三项资产同时正在减损的时候 是2018年 而我们过去看到 其实从2002年以来 几乎都没有经历过股债双杀的 同时的一年份 原因为何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是因为 股债过去被视为一个 比较高强烈的替代效果 当市场上情绪恐慌 股市持续下杀的同时 通常会有适度的资金移转到债券市场当中 因为大家预期 接下来的联减汇利率决策 可能要往宽松的方向走 因此 殖利率下滑 所导致债券价格的推高 那今年就是因为遇到通膨 所以被迫进行高度紧缩嘛 所以反而今年的替代效果 就已经丧失了 如果我们以30年期公债 来价格来做观察的话 今年跌幅已经高达三成以上了 上一次2018年股债双杀 其实跌幅也不是特别显著 标普白指数跌幅4.4% 股债投资者跌幅也才2.5% 那我们再看一次 过去最为显著的是1969年 当时也是股债双杀 股市跌了8.2% 债市跌了5个% 六四股债配置者跌幅有7个% 再来就是1941年 股市跌12% 债市跌2个% 六四股债投资者跌幅有8.5% 所以官方没有可以理解 基本上今年股债双杀的窘境 在过去70多年以来 基本上都没有见过 唯一见到一次股债 大幅强烈双杀的格局 我们看图表是1931年 1931年 标普白指数跌幅有4成3 十年期公债价格跌幅有2.6% 六四股债配置者跌幅有2成7 也就是说 虽然2022年股票市场的跌幅 它不是来得最重 但是在股债六四配置者 它的亏损幅度是来得最大的 这也是市场上 为什么我们看到 在资产减损力道 来得如此是大的主要原因 好 那现在我们来观察到 标普白指数 在表现最为差劲的年份当中 如果当年度 我们看到前9个月表现幅度 跌幅已经接近到2成5了 过去的绩效来进行推证表现为何呢 其实官方也看得很清楚 以2022年前9个月份的表现来做观察 已经排到了历史前3名了 1974年的前9个月跌幅有3成4 2002年的网络泡沫跌幅有2成9 那我们看到未来几个 一个季度 两个季度 以及未来一年后的表现 大部分表现都是不错的 除了2000年和2008年是意外之外 我们看到2000年基本上是属于先杀后涨 后隔一年之后再杀的一种显著的这种震荡行情 而2008年它是属于持续的急杀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笃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本轮是一个自然的景气库存调整周期 加上系统性的外部性冲击 跌幅以及乖离拉的是蛮明显的 如果这一次的跌幅是类似2000年的话 那么很快可能就会开启新一波的终极反弹 直到明年甚至后年才来持续的下杀 走一个超级大空投 那如果是2008年的这种悲剧的话 通常它也必须伴随着部分的系统性危机开始爆发 那么就要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快速的杀完之后 在明年开启新一波的牛市 所以如果真的是属于系统性风险的话 大家当然是希望类似08年的跌法是越来越好的 那快速的把它跌完开启新一波牛市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观察到 本波的空投其实也有蛮多的显著的熊市反弹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 其实今年以来标普败指数总共有四次显著的反弹 这四次显著的反弹 我们从图表上可以观察到 分别是在今年的1月份到2月份 3月到4月 5月到6月 以及7月到8月 弹幅分别有8.8 12.8 9.7 和18.9% 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空投格局当中 往往都会出现非常显著10%以上的中期反弹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笃定 我个人会认为说如果在今年年底的下沙行情 在10月11 12月完全没有反弹的行情出现的话 那很有可能空投即将要结束 那反而如果在10月11月还有一波不较显著的10%以上的中期反弹出现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代表着本轮的空投趋势它还会产生不较显著的影响 那当然刚才我们讲到说如果第四季股票是持续下沙的话 那就可以确定现在正在阻跌段当中而往末跌段来进行靠近 所以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是这张图表是2007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正常来讲那一波显著的阻跌段 它是拦置于雷曼危机的倒闭的风险所引起的市场恐慌 所以这一部分的阻跌段 它其实是要伴随着某种显著的利空因子来进行发酵 如果没有发酵的话 很有可能还会再有一波比较显著的中期反弹 这是给各位的一些想法和借鉴 其实今年以来各位会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今年的市场情绪是比较低落 但是今年以来的恐慌程度好像并不如过去的系统性风险来得如此夸张 举个例子 这张图表的蓝色线VIX是恐慌指数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过去恐慌指数在短期内能够飙到70、80 通常都是属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机 比如说2020年 比如说2008年 比如说2000年 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股市跌幅大不大 其实跌蛮重的有两成五 甚至债市都已经跌了接近三成了 那为什么今年的恐慌指数还是没有非常显著的上移呢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 市场上对于联总会的紧收政策所形成的恐慌程度 它就已经慢慢反映在资产的减损 而形成适度的这种现货型的卖潮力度上 也就是说今年以来 其实这些大投行 它本身就已经尝试着控出比较大口味的这种现金比例 因为它很清楚 其实联总会的紧收政策 肯定会对于股票资产形成挤 这就形成了 大家虽然股票资产没有这么多 可是大家也因为没这么多 反而不像是08年这么恐慌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让这些大投行 你看到过去一整年 它已经可以适度的进行现金资产的调配之后 现在就算来个急杀 它都不会像08年这么恐慌 那种祸出不掉的窘境 所以这是今年非常有趣的迹象 就是股市债市都跌很凶 但问题是 市场上其实并不是非常显著的恐慌 这个是当下我们所看到的迹象 那接下来到第三季 我们更为关注的 反而是这些财报所公布的EPS 对于市场调整预期的方向 毕竟过去我们看到标普白指数 跌了这么长一段 它的目的就是在反映EPS当前度的下修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今年以来盈利增速相对比较亮丽的 基本上也只剩下能源股了 至于从工业 房地产 材料 类股 其实都已经开始下调了 那今年以来一直在下调的 就是属于资讯产业 医疗保健 非必需消费类品 或者一些通讯以及金融类股 那我们看到金融类股的 调降的权重是最为显著的 所以第三季 真正在见真章的是 这一些EPS的调降幅度 是不是符合当时股价的下跌 这个是市场当中比较关注的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到 过去我一直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对于台北股市相对比较 不能说看空 但是比较保守的原因在于 从乖离的幅度 和财测利空释放的幅度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都还没有发酵 一直到本轮的第三季 台积电开始释放相关的利空讯息 调降资本支出之后 我们才可以大肆地底定说 至少现在的利空 是真的开始反映了 那接下来就是不断地进行利空的彻底 看能不能持续地测到底部 那我个人会觉得 像是台积电 我们看到本轮的不管是毛利率 或者营业利益率 现在来看都不是太大的重点 毕竟我们从损意表来看 毛利率六成本来就是因为受到 这种汇率利差所带起的拉伸 基本上在未来的展望 也不可能来到六成这么高 所以台积电本轮的法售会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资本支出的调降 从原本预估的400亿美元调降到360亿美元 那调降幅度大概有一成 可是我们过去也观察到了 从读表上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半导体过去在资本支出的下滑年份 往往都是库存周期的调整年 我们看到这次调整是从2022年第四季 到明年2023年会持续地进行调整 预估在2024年以前就会开始上扬 那如果观察是2018年到2019年 2014年到2015年 2011年到2012年 以及2007年到2008年 基本上每三到四年都会有这种 资本支出适度的调整 那也就代表着通常这些年份 是属于股市相对的低点 大家去对照标普白指数 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当年度只要资本支出 有下滑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三到四年的 扩存循环的调整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 在库存循环的熊市当中 来进行建仓 把三到四年份 本来该投注的资金 提前在这一年 进行熊市的布建 那未来两到三年 24年25年 你基本上也不用投钱了啦 因为到时候 它就会回到一个 自然的警戒库存的上行区间 所以我们其实 中长期对于股市抱持的乐观 这是第一个优先条件 毕竟只有这样子 你才可以再选择 在每一次熊市当中来进行布局 那台北股市当前的利空的释放 其实已经有利于台北股市 接下来加速的管底 那当然啦 你说金管会或者国安基金的动作 可能会明显拖延到 现在当前股票赶底的速度 但是不得否认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以中长期尺度来观察 23年年初到22年年底 这段期间 应该就是本轮利空才测释放 最为显著的当下 那当然啦 它的回升力度取决于联总会到时候的紧缩步调 可是如果我们以单一的库存周期的调整年 过去的11年 15年 以及18年 还有现在的22年 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好贪低成本的时机 所以我认为从中长期尺度来看的话 既然利空已经释放了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考虑来进行分批部件 把你的平均成本价贪低在本次的成本当中 尤其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 是台积电这一次特别提到了说 本轮第三季很有可能是库存的最高峰 这个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股价的上扬 它不会是一定要库存来到低点 才开始上扬 最高峰开始下滑 就有可能开始反映即将到来的复苏期 而我们看一下全球的库存情况 不管是PC的IC DDI 还是通路商 还是EMS 基本上捆货周转天数 都在一个显著的创高格局当中 所以如果台积电真的在第三季 它就是库存最高的时候 那其实它暗示着一点 那就是现在第三季 就是台积电状况最难的时候 第四季第一季 它反而扩存周转天数 还不一定会创高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其实台积电在本轮的利空释放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释放完 或者它在存货上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但不得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 长此度来看 它都已经把明年最大的利空 资本支出给调降了 所以你硬要说 绝对低点的话 在明年中旬到今年年底以前 出现的几率大概率还是高的 当然可能年总会有更多的变数 但是不得否认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把资金摊低在二年底到二三年初的话 中长期来看的话 你会是相对在熊市当中的部件 那么你至于你要不要还要留一些资金 等到牛市回来再做投入 当然取决于你对于资金整体的规划 或者短期投资的需要了 那我看的时间是比较长远一点点的 我们假设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本益比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积电如果以前瞻本益比的部分 现在甚至都已经掉到十倍了 这个是2015年以来的低点 也就是说连18年的库存调整 都没有来到这么便宜的水位 15年也没有调整到这样的一个水位 官方也要理解 台积电EPS再怎么下调 它都不太可能砍半 对吧 我们就假设好了 明年的EPS差不多也就是40块左右 那我们用台积电现在股价400块来做推算好了 本益比真的就十倍 那就假设明年的EPS会下滑到 我们讲的这个35块好了 那基本上本益比都不会高到太离谱的区间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积电抱持的悲观 很大程度是对于联总会的紧缩政策 认为台积电还有在超跌的疑虑 但是如果单纯从机器角度来看 它本身就是有一点超跌的状况 当然我们刚看的是前瞻本益比 每个人对于明年EPS预估的不同 都会直接影响到当下本益比机器的变化 那我们如果拿实质本益比来做观察 现在的本益比来看是15倍 渐渐的跌破了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 也是回到了115年左右的水准 所以我会这么觉得 台积电基本上它已经明确的表达了 现在产能利用率在第三季第四季 已经开始有所松动 那预估在明年第一季度 就会来到见底的迹象 那如果股价通常是提前6个月到9个月 来进行反应的话 其实台积电距离低点可能不是特别的远 不一定说是要明年中旬以后才会来到低点 甚至在明年库存调整完之前 就有可能会达到股价的绝对低点了 当然我们今天跟各位叙述的 是从一个库存周期的角度来进行观察 联存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加上台北股市的护盘力度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台北股市 尤其是台积电的主底的位阶 都有机会 但是我们从一个中长期尺度来做观察 其实很多人会说 不要在空投格局当中来研究基本面 其实我的想法恰恰刚好相反 我反而会认为在多头趋势上 研究基本面没有太大的意义 任何股票在多头趋势 涨的几率都是大概的 那基本面再好的这些公司 在空投趋势跌的几率也是大概的 所以基本面好坏 基本上不是取决于股价 在短期内动荡的主要原因 它是在空投趋势当中来审视 这档股票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进行建仓 是不是因为它单纯受到景气面的拖累 而不是它的实体的基本展望 产生动能上的疑虑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认为随着台积电在当前技术的领先 加上它本身在财报上的顺序 远远优于三星和英特尔的情况底下 我反倒会认为说 现在是空投我们审视台积电财报最好的时机 看它有没有在技术上的延后 或者在实体上的冲突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可以几乎可以笃定 今年它就是台积电受到景气库存调整的 该建仓的时候 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啦 投资朋友当然可以做一个更中长期 或者更短期的角度来审视 很多人会选择不要在刀子掉下来的时候来接刀 但我个人的想法是 你永远不知道刀子什么时候会弹上去 你只能肯定一件事情就是 单纯从机器的角度来判定 现在到底是不是相对便宜 能不能到极端便宜这很难说 这取决于国际股市的利空冲击 但是能不能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勇敢建仓 我认为这反而是考验各位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看的尺度不一样 你所做的决定也不一样 我也在这边用更长的尺度来给各位做一些想法和借鉴 台积电基本上也很少人现在是在做短线的啦 所以纯粹是用长线的角度来思考 现在这个机器适不适合 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作为一些借鉴和思考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 再相见 拜拜